说起太阳女神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 她可是曾经芒果台的主持一届 知名度和人气相当的高 而了解谢娜的都知道 她在15岁的时候就出道了 有演过影视作品 也有拍摄过音乐MV 但是一直都不温不火 直到21岁时谢娜开始主持快乐大本营 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娱乐节目主持人 因为在节目中唱片做大插科党会 一装一鞋甚至装疯耐傻 但凡是节目需要 谢娜都能使出浑身招数 也能豁得出去自毁形象 这股毫不遮掩的真性情 使大家喜爱 而且谢娜在娱乐圈中的人员也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每一个去到快乐大本营的明星嘉宾 都变成了她的好朋友 比如赵丽颖 杨迪 西梦瑶等 都是和谢娜关系很好的朋友 谢娜作为早前快乐大本营 常住了十几年的女主持 期间还加盟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比如百变大咖秀 妻子的浪漫旅行和欧滴哥神啊等等 收视率都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荧幕中的谢娜每天都是那么的开心 情商也是非常高的 虽然她不是最美丽的女星 但她绝对是一位最受大家喜欢的明星之一 这期间就从她是第一个微博粉丝破译的明星 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多少人喜欢她了 如今的谢娜 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在爱情上也是非常甜蜜 与张杰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的 因为当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被网友看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两人事业上的差距 当年的张杰还只是一个刚从选秀节目 我行我秀冠军出到冒头的小歌手 而谢娜已经算是个很出名的主持人了 一个正当红 另一个则努力通过选秀节目让自己红起来 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组合 让张杰一度饱受炒作的争议 大家都觉得她是靠着谢娜走的后门 吃晚饭等标签 好在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谣言而分手 随后在2011年的云南香格里拉结婚 婚后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和一个女儿 一家五口十分甜蜜幸福 而如今的张杰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踏上了顶流歌手的位置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婚后的谢娜和张杰也是非常恩爱的 张杰很宠谢娜 一直把谢娜当成小公主来宠 但在不久前 谢娜带着三个女儿外出游玩 当天的她穿了一条白色的宽松裙子 虽然遮盖住了身材 但是还是由网友看到 谢娜的小妇有些突出 随后就有许多网友看了这组照片 都在想 难道谢娜现在在准备第三胎吗 要知道她之前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有不少人都在猜测 她可能是想生个儿子 不过这都是如今的私事了 我们大家选择祝福他们就好了 也希望两人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